台積電位因高效能運算需求 預計在今年度新增七座廠 晶圓18B資深廠長黃遠軌 表示以二零二年到二零二四年 先進製程的產能成長率超過 百分之二十五 三奈米量產步入 第二年受高效能運算手續需求 預計今年產能相較去年增加三倍 在AI的發展下二零二年到二零二二年 系統整合單晶片 成長率超過百分之百 另外台積電總裁魏哲嘉因公再生罕見 缺行二零二四年基礎論團 讓不少民眾非常失望 即便內部對魏哲嘉的行程非常保密 不過德國工具機夥伴 已經在社群平台上分享最新的合照 魏哲嘉則是親自拜訪ASML總部